大家好,这里是小川凯A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由真实实践改变的电影 《黑帮天堂,耶路撒冷》 拉奇生活在南非的一个小村庄里 1994年,还是少年了他 一边上学一边和发小做小买卖为生 他们经常在火车上向乘客兜售物品 但火车上不允许自由经营 所以他们经常被列车员驱赶下车 拉奇梦想着靠读书改变命运干一番事业 拥有宝马车和海边别墅 但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他是既高兴又失落 因为家里有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养活 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 更别提大学学费了 这天,拉奇和发小在路上遇到了村里的混混和刀疤 刀疤干着劫车的勾当过上了有钱的生活 拉奇虽然羡慕 却又不屑于这种犯罪行为 所以刀疤给他钱花的时候 拉奇拒绝了 拉奇喜欢看书 他希望能用知识武装自己 而不是暴力 为了抽学费 和发小干起了洗车的买卖 但挣的钱还不够一家人吃饭呢 终于,拉奇向现实低了头 他和发小去找刀疤 为了试试他们的胆量 刀疤让他们去抢一辆白色五十零货车回来 拉奇和发小来到公路旁寻找目标 可等了半天 别的车型都有 就是没有白色五十零 他们丧气了坐在路边 商量着该怎么办 正好有个司机向他们问路 发小上前热心地给司机指路 拉奇抬头一看 眼前的货车正是白色五十零 他立马掏出枪 拽出司机准备抢车 可当他和发小坐在车上时才意识到 他们还不会开车 可怜的司机不仅车被抢 还得温柔地叫劫车贼开车 就这样 二人在劫车的过程中学会了开车 最后也总算是交了差 正式成为了刀疤的跟班 拉奇和发小拿着挣大的钱 给家人改善了生活 面对母亲质疑的目光 拉奇心虚地表示 他找到了一个汽车行业的工作 从此之后 强车变得得心应手 钱也挣得越来越多 拉奇为家里添置了各种电器 弟弟妹妹也有了新衣服 他也终于有底气和喜欢的女孩在一起 但拉奇也渐渐迷失了自我 将上大学的梦想炮至脑后 接下来 刀疤又从电影中 找到了抢劫运超车的灵概 拉奇和发小 先是抢了一辆拉脆的马车 然后将车推翻在路上 设置障碍 等到运超车经过这里停下水 刀疤开始砍车 从侧面将运超车闯 抢走前乡 朗朗前滚下 无辜的押送人员被全部枪杀 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 之后又收买银行内部人员 来实施银行抢劫 当然 干这种刀尖填写的活 不可能一帆风顺 这天 拉奇和发小在抢劫时 遭到了警察的追击 他们将车开进院子 在同伙的掩护下 才侥幸逃脱 这件事让拉奇意识到 照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被警察枪毙掉 于是他决定金盆吸收 在教育站找了个活 并重新申请了大学 不久后 刀疤又来找到他 劝说道 孩子 您可不能放弃犯罪啊 这可是我们国家 最大的增长型行业 刀疤一番软硬监视的话 加上拉奇念在对方 帮过他的情分上 就答应再看最后一次 晚上 刀疤带着拉奇等十几个人 来到一家电视商行 他们开车撞开大门 开始抢劫电器 谁料 商行安装了安全警报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双方发生了激烈火毙 刀疤被抓 拉奇想趁乱逃跑时 回不被警察打中 索性发小带着他 从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去 他们准备回家 却看到村子里 到处都是警察 二人也只能先躲起来 避避风头 最后拉奇告别父母和女友 和发小一起坐上了 离家的火车 时光仍然 专案间已过了十年 拉奇和发小 在汐尔布寥 开出租车为生 这里的大部分资源 都被白人控制着 还进行了种族隔离 像拉奇这样的黑人 只能居住在 自然混乱 毒品泛滥的贫民区 即使这样 仍然要向白人房东 交纳高颗的租金 虽然拉奇还怀着着梦想 但现实生活 早已让他疲惫不堪 他的女友放弃了大学学业 来这里做了银行贵员 女友总是在给客户 办完取钱手续后 再把客户的外貌特征 短信告诉哥哥 让哥哥光明正当地 在银行外实施抢劫 拉奇不断劝女友 收手无果后 对女友逐渐失望 拉奇一心想过平静的生活 可这天收工后 却被两个混合地 抢走了出租车 他四级跳下车 痛吻我 我只能暴之一分 这件事让拉奇认清了 只有暴力才能生存的现实 他决定用武器和头脑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拉奇用仅有的一点钱 注册了一个住房信托公司 买了枪 又找来出雨的刀把 召集了一帮手下 拉奇号召整栋楼的租户们 以后将租金交到他的信托公司 然后他会代表大家跟房东协商 不但要求房东 对房屋进行必要的拯救 还会让大家的租金减半 租户们早就对白人房东的剥削 感到愤怒了 于是纷纷响应拉奇的号召 接着拉奇又把大家团结起来 将大楼里吸毒贩毒的和卖淫的人 全部驱逐了出去 至于那些不配合的人 则又到八免费送一场自由落体 拉奇在这种大楼里 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他又聘请了一名律师出谋划策 以保证他商业行为的合法化 而拉奇也压根没有打算跟房东协商 他一边收着租金 一边拖延和房东见面 房东没有了收入 也就没钱支付地产税等相关费用 房东拖欠借务后 大楼就会进行拍卖出售 这个时候拉奇会派律师出面 低价收购大楼 按照这种方法 拉奇很快控制了20座大楼 他为穷人提供廉价住房的同时 信托公司的收益也在直线上升 拉奇为穷人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所以穷人们都称他为非洲的罗宾汉 而在白人眼中 他就是个黑老大 特别是白人警察 更是把他视为眼中钉 昨天晚上 一个白人女孩开车来到平民区 差点撞到拉奇 询问得知 女孩是来找弟弟的 他弟弟欠了毒贩托尼的钱 可能会被杀死 拉奇向来憎恨毒贩子 他来到托尼所在的酒店 付了钱救出了女孩的弟弟 白人女孩对拉奇颇有好感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昨天 拉奇的恨人女友 因和各个李应外和抢劫被抓 拉奇去交了保时金后 与女友彻底分了手 然后和白人女孩确定了恋人关系 拉奇不允许在他的地盘贩毒 让毒贩托尼的利益受损不少 因此 托尼找来拉奇 希望他们能够合作赚大钱 拉奇坚决抵制毒品的态度 让两人不欢而散 也让托尼对拉奇的仇恨越来越深 托尼知道 刀巴一直在被这拉奇吸毒 于是便收买了他来为自己做事 他让刀巴偷偷在拉奇的地盘 进行毒品交易 然后再透露给白人警察 让警察有借口驱逐访客 并炸掉被认为是威房的大楼 这给拉奇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托尼以为这样拉奇就会妥协 便再次出面和他洽谈 拉奇气愤不已 杀了托尼的心都有 哪会与他合作 不过托尼又想到 从白人女孩的弟弟下手 弟弟被拉奇救回来后 一直在戒毒所戒毒 托尼买通内部人员 也由他重新开始接触毒品 最后一吸毒过量 而惨死在他接杀 大小提议去找托尼报仇 拉奇却忍着悲痛说 怨怨相报何时了 但他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平静的生活 一天晚上 拉奇和发小子在街上遭到了袭击 发小躲闪不及被乱枪打死 拉奇终于忍无可忍 决定报仇 他召集手下冲进托尼的大板营 大开杀戒 双方一阵乱战后 拉奇追上天台亲手了结了托尼 两股势力的火屁 引来了大批警察 拉奇印在火屁中手上 没来的机逃走 就被警察抓住了 这天 拉奇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 突赶故事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律师和会计适时到场来探望 当警察再次来巡查时 被子下已经换人了 拉奇已经拿着钱换上西服 开着跑车远离了这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